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狂战 今天这期影片给大家带来 未来的优质和演习片同仁游戏的消息统整 随着我们大V老哥的原游戏 日渐没了消息 导致粉丝们开始揭杆起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制作起了自己的同仁游戏 虽然其中不发有一些比较 有趣的同仁 但高质量的同仁也是有的哦 而且最近那些高质量同仁都发布了他们自己的预告片或一些预告消息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期优质同仁消息汇总 顺带还会稍稍解析其中的内容 以及介绍一些那些大家熟悉的和陌生的同仁哦 那么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 来看看未来都有哪些高质量的黑暗器片同仁游戏值得我们期待吧 我们走 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 俄语系列的混沌顾客 在今年的8月8号 俄语作者公布了混沌顾客Act2的一场BOSS战的预览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们知道 我们的预触 会碰到 此的 不准备 不可能战争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析开始 我们需要在这个巨大的地下墓穴中 和拥有了全新形象的傀儡王周旋 同时还要用我们的新武器 一个可以虚敌的稿子 击碎场上的人体模型雕像 别问为什么是人体模型 你看 不确定这个稿子会不会像 ACT1暴磁战的剑一样 属于阶段专属武器 还有傀儡王在这次暴磁战中的 两种攻击方式 一个是传送至场地边缘 发射直线的冲击波 有时发射一条线 有时发射两条线 一个是以自身为中心 发射一道圆形的冲击波 以及一次会进入战斗二阶段的环节 击碎场上一定数量的雕像后 会出现一圈跳舞的人体模型 幸好接触到他们后并不会直接死亡 而是会造成短暂的减速效果 并且触碰后他们还会直接消失 非常友好 还有部分浮空的雕像 目前视频没有掩饰如何把他们放下来 希望是通过眩晕 让控制的技能派上一些用处 结合以上信息来看 这场BOSS战还挺简单的 甚至可以小小的速通一下 只需要我们时刻注意傀儡王的位置 最后是一个ARC2更改小细节 我们的相位猛充 从视觉效果上变成了向前划铲 这下就可以实现我们一划铲 划死敌人了 不过这个影响越听越像他们了 此外在6月1号到今天这段时间里 额语作者还公布了一条视频预览 七张图透 和五首OST 一起来预览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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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门口的外面有炸在墙壁 应该是入口吧 这个场景出现肯定会很震撼 也幸好这些人体模型只会跳舞 而不会追过来 接下来是一张未知部分的城市 街道路口上有机枪 还有远处拿着新武器的互联网 不会这里也是收集阶段吧 最后是这两张 调度员的西部世界也不必多说 但这一张吧 看上去整个西部世界是在这个超死人世界搭建的一个大舞台 在大世界中的小世界 哇哦 俄语作者的创意永远值得相信 最后是混沌顾客的OST部分了 iSize不必多说 暴磁战预览用的就是这首 至于其他四首调度员的 属实不好猜测 因为啊 你看前面这么多OST都废弃了 猜完之后一个废弃全部打乱 这让我们怎么猜嘛 所以这四首新音乐就等ACT2正式发布吧 好的各位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一款优质童人的介绍与解析吧 优质童人其二 黑眼幻灭 这款童人的消息量比较少 只有四张图头 但可以理解 毕竟只有四个关卡 终于有一张带灵魂碎片的预览了啊 而且 还真是让我们在小镇里收集水晶啊 这个场景的多样性 再结合黑幻同整的一条场景问题来看 这两个复杂的寂静小镇大格和是聚一 从初始的温馨小屋走到小镇上 躲避机器人形收集水晶 真是辛苦和两兄弟了 只看这些片段 就已经看得出来场景的多样性了 顺带说一嘴这个被齿轮暴投的倒霉蛋 原来不是在回忆场景里出现的啊 《优质同仁7.3》 《吉祥物暴乱重制版》 这部重制版的第一只消息发布于7月23号 随后在8月6号发布了该游戏的测试视频 一遍 然后到8月9号发布了1号发布到2号发布 就是靠你了 庄 obedienc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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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从视频中可以看得出来以下新增事物 旧版的环境渲染 开启后自动关闭的铁栅栏门 更多的碎片和红网 剧除了吓人的珠珠破墙点 新的boss战场地 范围更小的磁铁 液压机变成了陷阱 更多的摄像头点位 可惜场景依旧没有变化 但幸好这只是测试版本 而且作者也表示 在进入开发阶段后 希望可以开发出多漏层的 吉祥物暴乱区域3 作者上个月推文也发过 重置整个地器官的想法 地图也有部分成品 好消息是 这个项目仍在继续 但进度会很缓慢 敬请期待新的原版重置同人吧 顺带一提 这位作者也是制作活命运欺骗的作者哦 质量可以得的保证 优质同人其次 监狱恐慌 去年10月1号立下的同人游戏项目 并且拥有较完整的人物模型以及地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由于一些原因导致项目延迟至今才恢复工程 虽然人物模型相比官方的略选粗糙 但游戏质量值得大家期待 优质同人起舞 罪恶堕落 该同人重置于第四关 并于1月1号和8月8号发布了两支预告片 期间还发了几部场景预览的短片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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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作者还发布了一篇游戏测试短篇哦 看样子是要做出射击游戏了 这下我们道格要化身特种兵进入地下城市 俗秦变异鸭子了 期待这拉满了 优质同仁齐六 大师笔下的转变 是一款联动班底IP的黑暗漆片同仁游戏 该同仁分别于1月1号和8月8号发布了两部预告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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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堂墨水感觉会造成吸血的减速效果 但影片中展示的不太明显 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增加减速功能和减速幅度 以及结合预告片 我们可以得知其中一个能力的效果 类似奥德里在黑暗复兴里那样的向前快速突进 可惜突进距离不是很远 至于另一个护盾图标的技能 让我们看看作者在D1Lug中的解释吧 可以我们得到一些 info on the powers? are they brand new? 有些个人问候了什么 关系的关系 所以我把它全部怎么吊入 第一件先显示 因为你其实显示的关系 前面的关系 但第二件 ... 对 没关系 你的详细是这个 Flo is a power of those on the demon side 像是出现到了《Dark Revival》 The other power in my game relates to Angels. 同時DivaLug正透露的還不止技能, 作者在其中還有透露關於這款突然遊戲未來的規劃。 How many chapters are you planning, and how long will each chapter be? I want to get this question out of the way first, since establishing the expectations for any project in my opinion is key. Shift in the Master's Pen will have 5 chapters. Each chapter will have one level, and every level will have one zone. To simplify, 5 total chapters, 5 total levels, and 5 total zones. And as some of you already know, each chapter is being released one at a time, and the first one of 5 will be released in 2024. Oh hey, that's this year. 每張一關,一個區哦... 好像還沒有BOSS戰, 聽上去很適合休閒向的玩家們遊玩了, 看質量也是非常頂級的, 而且流程還這麼少, 肯定不像某人做的同人遊戲那樣玩出三位數的BUG了吧! 哦對,遊戲品質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這款遊戲的作者,Rigalove, 也是一位老練的虛幻引擎使用者了, 他在GAME就算是發布過一些自己製作的黑漆和怪藩相關的模組。 這些作品各頂各的優質, 感興趣的玩家可以去下載並安裝到遊戲中嘗試一下哦! OK,各位觀眾朋友們, 以上就是本期未來優質黑眼欺騙同人遊戲消息匯奏的全部內容咯! 總共同整出了六款消息最多, 質量中高等的同人遊戲, 並且大多數會在今年更新, 看來今年下半年又要忙起來了呀! 那麼,我是老狂戰! 影片最後,不要忘記點個訂閱加喜歡支持一下老狂!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掰掰! 影片 Jun署! 影片我們下期影片 toget oil! 2017年次期影片由開銷架 影片到訊欄給大家看, 晚上, reception, 播放在水底部裡 按個啡味方便便 影片在融合聲, 請按個啡味方便 再按個啡味方便 按個啡味方便 按按鈕 有按鈕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